继续来看这两个都是社会消息 真的是飞来横祸 我们先来看高雄市有一名男子 在22号晚上10点左右 开车经过了男子区 家长跟瑞平路口 疑似是闯红灯执行 撞上很辆机车 上面是一对年轻夫妻 先生重伤 太太抢救不治 而实际回到现场 目击者说当时撞击力道非常大 这个出事的地点是属于三叉路口 平时车流量就很大 现象还生 22号晚上9点多 在高雄市南子区 家长瑞平路口 机车陆续停下 突然一辆小轿车 疑似闯红灯执行 撞上一辆机车 上头一对年轻夫妻被撞飞倒地 先生多处擦伤 太太伤重不治 肇事车辆左侧严重凹损 可见撞击力道猛烈 开车的29岁驾驶受到轻伤 他没有酒驾 跟警方表示 当时他正要去上班 当初驾驶在询问的过程中 是陈述他要前往上班 独中 被撞的夫妻 买完东西准备回家 没想到遭遇不幸 先生目前还在医院救治 警方也提醒 出事的三叉路口 平时车流量大 驾驶人一定要遵守后制 才不会害人害己 海星马许文南 高雄报道